大家好,我是 Impulse Dragon 的 Jack 今天天氣這麼好 我當然會和鏡頭姐姐出來逛逛 休息一下新鮮空氣 其實我們很多客戶都跟我聊天 有幾樣東西他們都很關心 買房子的話,屋苑出輪會不會很不方便 另外,住屋苑不一定要開車 可不可以走到購物的地方 以及發展商可不可以 因為你知道英國有很多不同的發展商 今天我帶大家來看這個房子計劃 這裏就可以解決大家所有的問題 第一,這裏有Elizabeth Line可以直出倫敦 或者去Reddit 第二,這裏可以步行去到 剛才我所說的Elizabeth Line和市中心 第三,這裏是Barkley的發展 所以這裏是一個非常優質質素質的發展商 我們詳情地進去看看 我們現在就在這裏 這裏是Barkley的盤子 叫Spring Hill 它的位置是Madenet Madenet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 但如果我說它在Windsler旁 大家會不會知道在哪裏呢 其實Windsler是過去10分鐘車程 而就算Heepro也是大約20分鐘車程 所以位置是非常漂亮的 這裏會分兩期進行 會有199間房子 第一期會有50多間房子 這裏非常搶手 我帶大家看看有甚麼戶型 比較吸引 這裏是由三房至五房的戶型 最大是二千多呎 所以有幾多不同的選擇 可以給大家 首先三房的入場 會有49這個 這裏是972呎 這裏是63萬 門前會有兩個泊車位 待會我會展示一些製造 給大家看一看 你見到它開織就是 由樓下是一個L-shape的移循 就直接伸延到外面的冰箱和diling room 上到二樓會有兩間Double Bag的房子 以及一間Bad Room 3的一個書房 接著會看一間大小小的三房 這間會是1052呎 你見到這個 它是比剛才那個會比較闊 包括一個客廁都會比較闊 還有L-shape的Kitchen 出來這裏 這個位置會比較闊 到上面 你會見到一間大的主人套房 包括了衣櫃 以及一個大的套房 另外兩間房 都足夠放到商人座 接著我們可以介紹一下 這四房的房間位 這間是比較特別的回形 這間會是三層的 一進來都是由樓下的一個客廁 去到一個廚房的位置 加一個家庭和diling的位置 去到一個廚房的位置 去到一個廚房的位置 就會在樓上 在一樓裏面 就會有一個套房 包括一個大便的dising room 適合一些需求大大小的效果 去到二樓 另外三間房間 都會有另外一個on suite 這個回形是接近1500呎 它的外形會比較特別 很少會有這類的公形 接著我們看看兩層的四房單位 這個會是1200呎 不過開設上都很適合香港人 因為它可以將這些門打開了 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通通的空間 每層都接近有600呎 你看到一進來都是有一個大的客廁 這邊就會有living,diling room和kitchen 都是可以互通的 各池都有大家的一個位置 這個模型都比較漂亮 你看到樓上有一間大的on suite 有兩間雙人房間 雙人床的房間 還有一個study room 這個尺寸都是蠻好用的 這個會是一個兩層高的四房 包括一個車房 一個driveway泊車的位置 屋苑都有一個環保概念 所以它會有充電位 還有太陽能的panel 去到最大尺寸 就去到屋苑43這個 這個會是2100呎的五房戶型 適合一些大的家庭 一進來 右邊會有一個客廁 還有一個study room 你會看到living room 都是非常之方丈 大概都有接近250呎 左邊就會有U-shaped kitchen 加一個dining area 鑽板還有一個utility的位置 一個很漂亮的大閘的設計 這個盤甚至包括一個double garage 可以放入大量的雜物和儲物的東西 去到一樓 你會看到一個大的en suite 另外就是第二個en suite 有兩個套房 這裡就是另一間房 可以放入雙面床 你看到這三間房都非常之闊落 去到二樓 就會有兩個大房 中間會有一個bathroom 總共有五間房 加一個study room 這個2100呎的size 我想很適合一些大的家庭去住 在我身後面就是maidenhead的一個high street 你會看到銀行很多商店都齊齊 還有一些好像臨時的攤檔 也挺熱鬧的 有食物和零食 另外這邊也有一個商場 我們進去看看 這裡很漂亮 我們有已經有什麼時候 這道菜套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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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放飯時間 我們在 High Street 走過來 有一間很美的煲餐廳 喝一下咖啡 非常之舒服 今天天氣很好 坐戶外的地方 在後面有個曬太陽 非常之正 這間煲餐廳是很有名的 大家可以看到附近非常之冷 一個很美的地方 在這間煲餐廳 去煲餐廳 把煲餐廳 墊加熱點 好久了 有一個勢子